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希望做一些比较跟一般新闻不太一样的点评 但是还是离不开新闻 因为说实在话做了一辈子的新闻 一直给我一个感觉就是 大家现在对新闻的需求 都是希望短平快 对不对 因为资讯发达 大家对新闻有的时候就像最近疫情 看疫情的新闻铺天盖地 不要说各位 我看到有时候都觉得心情低落 那更不要说以前中美贸易战 天天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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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我都不好意思了 为什么 简直是好像那个打路机样 又要一遍 又一遍 又一遍 对 因为他们来来去去谈判 都是知知节节细细默默的 当然在短平快的时代 大家都很忙 没时间 都希望在这种快速的得到最多的资讯 可是做媒体做一辈子 我发现一件事 这种短平快的新闻 实际上对所有的观众来讲 听众来讲都不公平 因为不够全面 让大家没有思考的空间 所以我希望经纬点评是一个能够让大家去开启 思考空间的节目 看完我们这个将近快30分钟的节目之后 大家能够去思考 去思考 去判断 因为我们的脑部发育其实有那种就是 负责短平快的 也有深入思考的 如果你长期不用 深入思考的会退步 退步了以后 当你如果有一天当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对不对 当领导人的时候 或公司领导的时候 你不太会去思考了 为什么 因为你被短平快的新闻给摧毁了 所以我们平常叫训练 我们说摧毁给陷害了 反正总之我们这个就是希望能够透过 经纬点评 让大家更有思考的深度跟高度 当然来讲在这里特别要感谢 过去这一个月以来 DVS的支持跟赞助 让大家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产品 因为在新西兰最大的DVS 在第一时间在经纬点评 那个订阅 大概那时候我记得 他们大概一千多个订阅的时候 每天大概就不到只有一点点 大概有大概一两千人看的时候 DVS就支持我 对不对 说David 我支持你 Jonathan就说来 我用这个行动力来表示我的这个支持 当然来讲这一个月很快就要结束了 我们的这个感谢DVS过去这一个月来的支持 因为好东西 我在这一个月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这种好的资讯 那当然来讲呢 这个有多好呢 过去一个月我已经讲过很多遍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当然有需要找Jonathan Jonathan是一个国语英语都通啊 你跟他讲什么语言 他都懂 没问题 然后呢 他又很有经验 所以找他打080 038 7888 或是021 024 18319加微信 或是Jonathan的7198微信 做个朋友也不错嘛 对不对 那特别感谢Jonathan还有这个DVS支持 希望以后呢 这个继续关照敬伟点评啊 那也希望各位呢 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刚刚前面一开始讲到现在的新闻呢 短评快之后 让很多读者失去了对新闻的判断力 好像被填压 对不对 很多人甚至跟我建议说 敬伟点评啊 你要不要做做短一点 对不对 还有朋友说 你做那个抖音啊 一分钟 不过一分钟呢 要能够把一件事情给评论啊 点评出来啊 那我这个程度比较差 我真的做不到 对不对 真的做不到 因为呢 这个一分钟 唱个歌也还好 翻个跟斗也可以 但点评新闻一分钟真的讲不清楚 所以呢 这个请多见谅 但我尽量将来啊 能够把节目在 呃大概至少分两段 对不对 让大家可以忙的时候 先听第一段 回我回来 再听第二段啊 规划 规划中 规划中啊 那当然呢 这个今天想跟各位周末嘛 要谈的 好莱坞 电影 对不对 大家应该觉得会有一点兴趣啊 那当然实际上这个这个也不是什么芯片 也不是什么汤克鲁斯啊 什么什么 什么之类的 这个007啊 这个电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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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讲的是一部很多人 大概都没看过 因为大家都比较年轻嘛 叫乱世佳人 克拉克盖博 没听过 对不对 嗯 没关系啊 那没关系 这个去google一下 克拉克盖博演的这个乱世佳人 那乱世佳人实际上呢 是一部非常老的电影 大概在 大概是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的电影吧 很老 很老目老片 非常老 老掉牙了啊 那因为大家那时候还没生嘛 对 我都还没生啊 因为说看过那一定怕泄底啊 那没关系了啊 那当然呢 这部电影为什么要成为今天的话题呢 话说 HBO这个频道 有个HBO Max这个频道 他里面放很多电影 最近啊 因为弗洛伊德事件 这部电影啊 就下架了 平常那个是付费频道嘛 大家在上面看啊 要付钱啊 买片子看 突然就下架了 因为这部片子 当年拍的时候 美国的种族问题啊 是一个 是一个 其实也是一个不公平的问题 因为好莱坞啊 拍电影啊 他们怎么拍啊 拍完电影之后呢 这个之前 这个脚本啊 就各方人 大家请外面的什么 很多人来看 有没有所谓的政治正确 各位要知道 在这个好莱坞电影里面啊 大家注意看一件事啊 警匪片 警察的队长 Captain啊 就是警官队里面的队长 一定是非洲一的美国人 要balance平衡嘛 那那个白人的干员呢 就很凶悍 开车在街上啊 横行这样子撞毁什么 我都怀疑那个 真的警察那么厉害吗 对不对 那小豆都不给他抓光了 那还有呢 在这个外星人 入侵地球的时候 演总统的 也一定是黑人 对不对 非常的英明 带领了这些 什么太空勇士 战胜的外星人 这种都叫政治正确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好莱坞过去拍片 都有考虑到这些 尤其现代了 但是在当年呢 还拍这个乱世家人的时候 他里面所描述是南北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啊 废奴的那一个阶段 比如说第一 这故事一开始 他就在影射南北战争的发生呢 是因为北方 因为工是工业城市 对不对 他们觉得南方庄园的这些富裕 财富啊 他们觉得不公平 所以呢我们要用 要用一个这种战争的形态 把你们的废奴制度打垮 让你们的财富呢 这个大家都被分掉 对不对 好 这是第一个那种 有一点那种倾向性 第二呢 在南方的奴隶 都是有非常的快乐 笑口常开天天高歌 对不对 但现实的生活奴隶是这样吗 对不对 奴隶他怎么会高兴嘛 奴隶简单的讲 就是没有待遇 没有人权 啥也没有 只有工作权 这叫奴隶 对不对 然后呢 老爷不高兴把你给卖了 对不对 你是老爷的财产 比他们家的狗 可能地位都还低 他会天天唱歌 对主人又忠心耿耿 那这脑子可能除非有问题 一般很难 在电影就演得那么美丽啊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爱情故事嘛 什么最后 打南北战争啊什么 这个 那个 当然最后是 南方输嘛 北方赢了嘛 那那个 输了以后呢 被解放的这些黑奴啊 就变黑人啊 在电影里面呢 他们都是坐监犯科 就一天到晚 打这些白人女性的主义 或白人财富的主义 就扭曲了 这些非洲裔 人的那种 好像他们就是 坏蛋 对不对 更把三K党 三K党大家都知道 没事就把黑人给吊死啊 施行的 对不对 说呢 这批人是捍卫 白人女性的 歧视 对不对 被那种非洲裔的那种 黑人啊 把他们给蹂躏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三K党 要把这些黑的全部吊死 这个电影啊 在当时那个氛围啊 大家觉得对 政治正确 可是时空变啊 今天的美国 看这部电影 在弗洛伊德又被压死之后 怎么样都觉得呢 你就是一个 种族主义啊 拍的电影啊 因为没办法 好莱坞那时候都是 老板都是那种 白人嘛 对不对 那那个 就那个套路嘛 那也符合市场嘛 对不对 黑人不一定有钱看电影 那白人会买票嘛 所以要演一个白人高兴的 对不对 所以就这样了 也就这样 但很轰动 那我们的外国人呢 看美国人这档事呢 没搞懂 对不对 当年我也看过《乱世佳人》 总觉得那个爱情文艺片 对不对 挺感人的 但少了那股西部牛仔 磁蹭在马上那种 男生都小看了 砰砰砰的 对不对 开枪啊 什么这样 对不对 可是呢 那时候 哇 确实轰动 八座奥斯卡金像角 你说这个乱世佳人厉不厉害 但时空变了 这也变了 那话说 到了今天 弗洛伊德都死了 那美国人的 那种种族的意义 那种矛盾 就种族歧视 是不是应该消除了呢 大统领 美国时间昨天吧 对不对 前天啊 宣布 下个礼拜五 十九号 他要去哪呢 就奥克拉厚马 奥克拉厚马这个州啊 在美国的正中间 那大家如果对 奥克拉厚马 没有什么 概念的话 我讲达拉斯 达拉斯大家大概就 比较有点概念 因为达拉斯是美国啊 因为他在美国居中的位置 他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转机的一个 一个大机场 达拉斯机场非常大 我有一次在里面 从这个gate 走到那个gate 腿都快断了 很大 那当然来讲呢 奥克拉厚马呢 他是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 那美国中部呢 当年呢 美国那个开墾的时候呢 他们是从东岸 往西岸发展 那就开始这个 做铁路嘛 对不对 那就经过奥克拉厚马的时候呢 他们就发现 这个地方有石油 后来奥克拉厚马就是 产石油 其中有一个镇 有人翻成土桑 有人翻成 因为他叫 这个英文易英嘛 那当然有人翻成 这个 这个有一个 因为两岸三地不同啊 有人翻成不同的名字 有人翻成叫 塔尔沙 T-U-L-S-A 土桑 Anyway 反正大家知道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啊 为什么大统领要宣布 九月六月十九号 要去这个地方 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原定实际上是应该在 三月份 美国共和党的这个 大家就开始拉票 民主党共和党 大家开始 总统候选人啊 就开始跑各州 准备马上七八月的 这个党内大会 提名大会嘛 对不对 好 那现在疫情的关系 已经被割了 割到现在 那第一场最大型的 这个共和党的 这个特朗普竞选 肇事大会 就选到 Oklahoma的土桑 他选在这里的原因啊 当然呢 有些人说 是不是因为这是 美国的中部啊 所以从这开始 实际上啊 我讲完之后 大家就会知道 他为什么选择 因为话说呢 在二零年代的时候 有一天呢 因为二零年代的美国啊 虽然这个黑奴已经解放 啊 那这个 但是社会上还是 种族歧视的很严重啊 那这个非洲一的呢 看电影跟白人啊 不能坐在一起 读书 不能读一个学校 坐公车 还有黑人区 跟浮东区 你是非洲有色人种 你要到车子的后面去 对不对 看电影 你这个电影院一看就是 白人电影院 你不能进去的 餐厅也有分啊 就这个 那时候黑人没办法 他们也接受 因为社会的 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好 但是到了二零年代的时候呢 那些当年的黑奴啊 解放嘛 他们的下一代开始受高等教育 慢慢受都读大学 有律师啊 会计师啊 医生啊 什么都有 那土桑那个地方呢 又因为刚好发现石油 就蛮多人住在这里 那因为当地以前都是这个黑人的这个奴隶庄园嘛 那他们后来就也在这边呢 就变成这个城市的中产阶级 就住在一个区啊 这个区都是非洲一的 而且都中产阶级都蛮有钱的 都是有身份地位 说过高等教育 律师啊 什么我们刚刚讲这批人 那这批人呢 这黑人社区呢 这个白人在当地啊 他们反而 有一些人 不见得每个都是受过高等教育 有些人可能中学毕业就去 那个油井啊 什么石油公司去上班就当工人 就看着这批 有色人种啊 这黑人啊 心里就有点 不爽 简单的就很不爽 而且是非常的不爽 对不对 但是呢 就憋在心里啊 那又能怎么样 那就话说啊 在这个19 大概 我看一下确定时间啊 1921年 1921年 那那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就突然啊 在白人圈子当中就传 传了一件事 说有一个黑人的擦鞋匠 把一个白人妇女啊 给强奸了 那当时你想1920年代的时候 这个人啊 大家都信啊 因为我早就对这个 比如说 非洲裔啊 不满 当有人在传言的时候 马上我毫不犹豫了 就信了 然后去跟别人讲说 你看 这些 非洲黑 这些黑人啊 乱来 帮白人女性给强暴 对不对 一传十事传百 马上就几千人 就涌到市政府 说 这个 你们要 要行动啊 要把这个 这个 擦鞋匠啊 强暴我们白人妇女儿 给抓出来 你知道市政府做什么事 发枪 给民众 你们自己去处理 结果是怎么样 就简单的讲就是呢 这批白人暴徒 杀进黑人社区 一千两百栋房子被杀 三百多人 一千两百多栋房子被烧掉 三百多人被杀 可以算是一次黑人社区大屠杀 大家都没听过吧 我也没听过 这个话说到 二零零一年 这二零 二零年代的事哦 事发之后 地方政府一看 联邦政府一看 你们这个搞大了 简直是乱来啊 对不对 烧房子杀人 那个 那没少做啊 还不要说做了一些什么 偷鸡摸狗的事 那更有啊 对不对 说下令 所有资料 销毁 这个事情就给他压下去了 但没发生 对不对 通通闭嘴 所有媒体不准讲 所有看到的资料 照片 什么文件 通通烧掉 硬给压下去 从二零年代 压到两千零一年 美国官方终于 承认有这件事情 公布了 相关有限的细节 那这个理论上来讲 这是一次黑人 美国 美洲 美国 美 非洲一美国人 被屠杀 的一个 一个悲剧的城市 对不对 黑人在这里被白人暴徒 一定殴打嘛 什么吊死嘛 什么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已经够敏感了 对不对 而且各位要知道 当年南北战争啊 打打打 打到了六月份的时候 德州当时是叙奴州哦 那这个呢 这边是南方 是杰奴利亚 李将军 带队啊 跟那个打 那北军的那边呢 是后来当的这个 总统的这个 那个格兰特 将军 打到德州 最后 德州投降了 对不对 迅奴州投降 格兰特将军啊 代表北军 宣读 那个废奴宣言 所以六月 在美国来讲 是纪念 黑奴解放的时间 这个日子很重要 对不对 当然全国都要纪念 这个日子 六月十六号 然后在十九号 特朗普就来到了 这个地方 给人的感觉啊 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因为特朗普 我昨天 在白宫讲 你们不要动不动啊 就给别人贴标签 说别人是种族主义 对不对 因为这次上街的人当中啊 特朗普很不满意啊 对不对 说你们啊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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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不是在教堂之旅 对不对 你看教堂之旅之后 当时联席会议主席啊 那个军人 米利将军 跟特朗普在椭圆办公室 两个就吵架啊 他说你不能调动军队 国民兵就罢了 对不对 到此为止 军队绝对不能够 你不能用反反叛乱法 把军队调进来 军队是保家卫国的 对不对 不是被你这些政客拿来用来啊 这个驱赶民众 军队不能做这件事 军人的威望都没了 军人的那种卫国效忠的什么 那简直都扫地了嘛 所以这个将军说 我绝对不答应 我联系会议主席啊 在五角大厦 他是算老大 跟特朗普两个杠上啊 所以这个大统领还是厉害 大统领吵不过他 他不动兵就不动兵 你是三军统帅 我说不行就不行 但也有限度嘛 对不对 好两个吵翻天 就大统领说 我现在要下去 开新闻发布会 那个就六月一号那天嘛 对我要去开新闻发布会 你跟我一起去 那个国防部长也一起来 他们俩就站在旁边啊 这个将军呢 那天穿个迷彩服 好时不时 然后呢 记者会 新闻发布会完了 在玫瑰园啊 大统领说啊 他就朝后门走 然后说你们两个过来 这两个人都觉得呢 记者会都开完啦 大统领朝后门走 大概是去看看 看看后面的样子啊 抗议的人啊 那些 就没想到呢 他们两个跟着大统领 走到后门的时候啊 外面已经刚刚清场完毕 浩浩荡荡一群人啊 大统领走前面 你难道站在那原地不动吗 整个队伍就跟着走啊 大家开始拍照 好 等到这个走到 圣约翰教堂的时候 将军一想不对 他居然一路跟着走出来 刚刚清场完毕 刚刚把这些民众给轰走 正不就打吹雷弹啊 散光弹把他们统统赶走 然后他穿个军服跟着走出来 给人感觉是什么 他军方站在大统领这边 他一回去啊 我不讲吗 鲍威尔什么历任的军方将领 统统出来骂 说怎么能干这种事 这个将军啊 这个联系会主席啊 礼拜五的时候 说考虑要辞职不干了 扛不住啊 他觉得他把 他向全国民众道歉 站在林肯画像前面 穿着全副军装啊 正装 正在跟全国民众道歉 美国时间礼拜四 道歉 道歉完以后考虑 准备辞职不干了 他觉得 他对不起所有的军人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支持了一个有种族 有点种族偏见的政治家 对不对 你失去了你军人中立的立场 一个上将耶 因为为这件事 自己有担当肩膀 要辞职了 考虑 对不对 我看大同理不会留他 真的不会留 对不对 所以可以 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当 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让人比较担心的是 你一个国家 种族的融合 非常的重要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选情 大概已经差不多了 我说实在话 因为在非洲一选民调查当中 88% CNN CNN公布了 公布之后呢 大同理叫他写信道歉 我念给你听啊 大同理为什么那么生气 88%的受调查的人说 我们支持拜登 百分之 就要念啊 要看数字啊 不能乱念 百分之91的人 认为特朗普处理 这次这个 种族矛盾事件啊 处理不满 不当 就几百分之百不满意 还有另外呢 88% 反对特朗普继续当总统 哇 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公布之后 特朗普说你给我道歉 你们乱调查 这民意调查有问题 事实上是怎么样 选情告急啊 拜登 去年 民调输给特朗普 疫情发生前 刚开始 就慢慢要超越特朗普了 到前一阵子 大概赢特朗普三个percent 到今天这个弗洛伊德事件之后 民调 拜登赢特朗普八个percent 说真的 大统领经这一届啊 我说实在话 就算当选 那也是低空略过 刚刚及格啊 那落选的概率呢 又大大的上升 当选的概率 大大的下降 所以这个 这个原因啊 如果今天各位去听我们从前面 讲到这里 抱歉 各位应该很清楚了 这问题在哪 态度 对不对 你的原则 你现在最终 想巩固 比如说你的老白男 对不对 还有白人女性 还有白人至上的这些什么 这些人的票 但是 能不能真的抓住他们 因为 因为大统领曾经说过 当年 打的是中国牌嘛 对不对 2016年 天天骂中国 天天骂 走到那里就骂骂骂 一场演讲可以 讲了六七十 六十多次吧 快七十次 中国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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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赢了 对不对 那四年了 马上要选了 三年多了 现在距离 十一月 还几天 各位算 七八九十一 五个月不到 很严重 真的当选不了 那对大家来讲 这个也就是 我们昨天有讲 共和党 现在也看他 一个头两个大 对不对 不是已经在 纪人人选都当在 他才在排队了吗 连他什么儿子 什么 就junior 这个 川普 对不对 还有他女儿 一万卡 都已经在想 接老爸的政治遗产 所以真的是 让人觉得寒心 不过我觉得 我们在看新闻 就是在这种资讯 快速发达的时候 大家更要去思考 对不对 希望各位 能够借的 精维点评 打开你的思想空间 对不对 下方留言 表达观点 快点订阅 谢谢大家 我们已经到十一楼 现在朝十二楼迈进 十二楼 十二楼 我希望呢 我真的希望 这个 也不要贪心 在今年底 看能不能到两万 对不对 今年底还很远 那十一月 十一月三号 希望美国总统 投票那天 十一月三号 我们能到两万 好不好 这个应该 应该可以 我们努力一下 对不对 当然靠大家 好不好 那今天在这里 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 准时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